大家好 我是李成 今年29岁 来自上海 从15岁上大学到16岁出来创业 迄今为止已经有12年的工作经历 本来已经到了事业有成的年纪 去年因为自己疑似任性的投资 那我又回到了原点 那么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想要寻求一份更招商运营 市场营销 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李成 北京大学 一夜 这么好的学校为什么不读了呀 可能心灵鸡汤看多了吧 对吧 选择出来创业了嘛 遇到了当时的天使投资人刘晓松 后面他就给我们做了第一轮的天使投资 200万 大一就辍学出来创业 因为遇到了一笔好投资 对对对 就把北京大学这么好的学校不要了 对对对 现在后悔吗 有点 有点啊 那继续往下说那创业创的怎么样 创业因为我们当时 05年06年的时候QQ非常火嘛 然后我当时想到了 就是把QQ的文化做成一种创业T恤 然后当时做到08年的时候呢 就反正最高厂值是两个亿左右嘛 我就把当时这个公司卖给了以存 然后当时就去了美国 然后在美国的飞机上遇到了 当时生活家巴洛克地板的 国际事业部总经理 他又遇到了一个人 第二年我就去参加了他们公司的年会 然后遇到了当时的生活家董事长 感觉是我冥冥当中人生中的一盏明灯嘛 因为我觉得他的格局和事业 是我所缺乏的嘛 所以当时就选择去了生活家 然后从当时最初的客服经理 最后做到事业部总经理 在11年的时候上市了 然后上市之后 我当时我又想挑战一下自己 我说我前面带着别人成功了 后面跟着别人也成功了 我当时就带了200块钱来上海 200块钱 对对对 我再挑战一下极限嘛 能不能在上海活下来 当时又很巧 吃那个郎州拉面 吃盖礁饭的时候 又遇到了当时的 妈妈咪亚品牌创始人王芳 然后当时我帮她付了12块钱 后来她就说 她说有没有兴趣 就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项目 然后我就跟她聊了 我想做妈妈咪亚选秀 那么这个设想 然后当时确实就大家一拍即合嘛 所以你又搞成了一档节目 对对对 她每次她每次的这个机缘巧合啊 都很有传奇意味啊 我这里写的 你有一家公司成立40多天 就获得很大同志 但是我16年年底成立的公司 这个项目是成立40天 当时我们拿到了 西马股份第一轮农资 第一轮101万 第二轮4700万 退出拿了钱了吗 拿了钱 拿了多少钱呢 一个多亿吧 那你干嘛来找工作呢 那就是跟我的任性有关嘛 要求薪资多少 薪资年薪40万家呀 不高啊 你又不少这点钱 都不高呀 我想我想承担一下自己呀 你想去哪家呢 哪家都可以呀 猎猎猎猎猎猎不找你呢 有找啊 那你干嘛要到这来 因为其实坦白讲 其实我最大的瓶颈 是因为我没有学历 我这么来理解吧 我觉得呢 第一你是不需要找工作的 以你的能力 你的履历 那你之所以到这来 是如果在线下 凭你现在没有毕业的这个学历 找一份高一点的工作 可能找不到 但是你要到这来 可能就有机会面对大家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让我再问你一遍 你真的没有自己特别有意向的企业吗 算有吧 哪个 能不说吗 我是主面试官 必须回答我的问题 那你偷偷跟我说 能进上海的吧 我想吃碗兰州拉面去 对我觉得到现场的话 想去那家企业 这个没有什么不能说的 其实我们也很想知道 就我看了半天 我只是听上去你很厉害 然后你的这个很厉害 在我看来不厉害 换了四份创业 从零到一 有没有到一 我们也不清楚 所以到现在也没有听出来 你的优势在哪里 整合呀 整合资源呀 整合资源 放心呀 这不是最大的优势吗 你说的这都是概念 你怎么整合的资源 我怎么整合 我今天一个小时跟你讲 我也讲不完呀 那你要不要说呢 我不想说 不想说你来干嘛来了呢 我干嘛跟你有关系吗 你如果有质疑 你可以网上去查 现在信息是公开化的 不是我在这里信口词黄 你随便互联网一搜 都能出来的呀 那好 等一会儿 你是北大的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学院 外交学院 北京大学没有国际关系学院 只有外交学院 啊 你要不明天我陪你去 北京大学走一趟 到底有没有 你 你是海教大 你平了什么北大嘛 那是我这么想说 来来 你在里边是什么专业啊 我不说了 我已经说了无数遍了 一进北大东门 右手边第一栋楼 就是国际关系学院 我觉得我真看不下去 这个节目我可以不录了吗 可以不录啊 就是坐在这儿 所有人问你学历 以及从零到一的过程 我想问一下现场的观众 为什么都小朋友 大家都在问你 你的态度是 因高拔掉 为什么不能回答大家呢 我觉得不管说今天这场面试 你是老板也好 我是选手也好 我们一定是在一个平等的 互相需求的关系当中 去产生良性的沟通 而不是说你可以质疑 但你的质疑你可以保留 对吧 而不是说你拿着一个喜叉叉 在这里抠字眼 一个就是拿着 自己没听明白 下面人都听懂了 他说他没听懂 这样的企业家我不会选 因为我觉得他的格级和眼光 都很低 太low了 其实我觉得你不要误会 在台上的所有的企业家 好像是在针对你 没有 只是针对于 就是希望你能够放下 你的幸运的几率 所以你要客观地面对自己 现在到底值多少钱 以及有什么样的价值 再来跟他们平等去谈 我觉得更好好不好 OK OK 坚纳坚纳坚纳 我觉得他今天啊 从心态上来说 他不是来求职的 是来投资的 只不过别人投的是钱 你投的是剩下的命 或者这一段 接下来是一段时间的命 所以我的问题是 那你对于投资 投这个命的标的选择 的标准是什么 要求是什么 估值五亿以上的公司 未来的这个行业趋势方向 大数据 人工智能 然后那个行业的选择 就是往这个互联网啊 新媒体啊 短视频啊 对吧 其实呢 说句实在话 他刚才在我耳边 说的那句话是什么 就是我问你的目标的企业是哪个 他跟我说 离上海近一点的就行 那肯定不是松鼠A 你是这样说的吧 但所有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就在于 他说的逻辑是清楚的 但问题在于 我不管相信还是不相信 我到现在都不相信 你是来找工作的 你有的是机会 去创造工作机会 给别人创造工作机会 你又是个奇赛 你为什么跑这来找一份 四十万年限的工作 所以当这个找工作的动机 不成立 其他的东西 都成了五本之目 OK 明白我的意思吧 明白了 这个你能理解吧 我这么说 你可以理解吧 理解理解理解 是吧 那咱们就不要多说了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磊 好 你也得吗 OK 来聊一会儿吧 还有三盏灯 你看 还有人愿意 我们来就是为了那些 看好我们的人 OK 相信我们的人 好的 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消极 都灭棒灭棒灭棒 死了 好的 你说你是不是有问题 对对不起 我有问题 对不对 对 来 天生我有财 来我们进入职场情商课堂 下一个十年 你觉得什么职业 不会被AI 人工智能取代 我觉得是心理学专业吧 哦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这个专业 更具个性化嘛 对症下药 因阴症 就是这个这个辩证失智嘛 AI这个东西 它解决的是一个 标准化的东西 可复制嘛 我觉得有一个行业 肯定不会被取代 就是钢筋 钢筋 钢筋怎么都不会被取代 你信不信 只要有人 就会有钢筋的存在 来来 两位解读一下 他的前响 我觉得就是 李晨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您回答 心理学确实是 因为我这个问题 我还专门查过 对 然后刚好挺巧 咱们算校友啊 我就在北大研究中 学心理学 对 你知道北大 有没有国际关系学院吧 有 有是吧 居然动着不动 你为什么不说 插不上话 一直 你太阴险了你 你要到老爷们炒半天 我就想问你最后一句话 如果今天第一轮灯全灭了 你会说出 北京大学有国际关系学院吗 你会不会说 我仍然会说 这个肯定主要 但是你说已经晚了 你听见没有 原来都是同行坑同行 但是我想说我们理学楼那 就是放着诚信两个字 在这你加入那一刻开始 一定是带有这两个 但是北大还有个文化 是兼容并包 对吗 我相信你会代表 北大的学子展示这个特质 等一下等一下 王老师 你这个说话 就是说他说的确定都是 尽管 就是说北大有国际关系学院 代表他一定是北大的吗 并不能做这个结论 对 我不能推 杠金是不会消失的 对 他那个本来就是 十年之后杠金就会存在的 所以松鼠AI会最好 咱们可以在得到 他确认之后做背调吗 因为在现场 还是见证能力的时候 首先李老师 我想向你道歉啊 没事 你说我刚才在跟你沟通的时候 其实情绪是过激的 其实你就是我诚实 你也有可能会成为我 那么同样的 如果说将来有一天 你站在同样的舞台上面 面对同样的质疑的时候 对吧 我希望 就是说你能像我一样 OK 就这样 OK OK 不说了 我是想让你看一下 我站在过舞台上 我被攻击的时候什么样 我看过你那一期节目 对吧 因为人家 当时图老师问你 他说你现在身价有多少 你说不到十个亿 对吧 那同样的这个道理 那我想反问你 你真的有不到十个亿的身价吗 你真的有吗 对啊 你敢把余额打出来吗 我看看啊 我们搜索为爱的估值和我的 不要说估值 我都 那我问你 马云一千亿的身价是现金吗 人家没说呀 他可以套现呀 你估值不能套现呀 信息量好大 我受不了了 他的应急反应有点太强了 我觉得他智商很高 智商很高 但是情商那个 情商跟那个立豪阳差不多 我不是我情商 因为我 我说一句话啊 智商高的人没有朋友 情商高的人没有敌人 行那咱做选择呗 好吧 来第二轮选择去过来 还有一点灯 直接进入谈前不上感情 人心五十万吧 副总裁 工作地点 北京 还有股权啊 那么十秒钟之后做决定吧 OK 好 十秒 伸服加速器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谢谢再见 好 要不要给陈不衡一个理由 放弃的原因 谢谢 两个点吧 第一就是 B点吧 我们可以在上海 可以在上海 可以在上海 那就线下聊 OK 我们很多次啊 只要碰上 桀骜不逊的 有才华的求职舍上舞台 总是会发生 类似的矛盾 就请大家想清楚一个问题 其实尊重别人 不是对别人好 是对自己好 如果有一刻 你压制不住自己的火气 你展露了自己本能的脾气 那也没有关系 只要你在 常态的求职面试 这一个小时过程当中 保持尊重的态势 偶尔出那么点小错 人心上的犯错 大家都会原谅 我们大家都会 都会有过这样的感受 给别人说话 不留情面 完全把对方逼到死角 最后让自己特别难看 有的时候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更多的事情 是说出来 保留态度 其实就是 君子是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 所以你求同存异 听他们先讲完 再回应 可能对你自己 是一个更好的呈现 就我的人生信条叫 强大自己 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 可能说今天 因为时间太短 大家了解我的时间 也不长 那么我觉得来日方长 将来还会有机会 对吧 今天也不就是说 江湖一别 从此以后不再相见了 那如果说 我今天的言论 比如说攻击到了贺种 攻击到了利种 或者说 攻击到了其他的老种 那么我在这里 给大家道个歉 可能说我们了解的时间 并不长 那么可能也有很多的误解 或者有很多 在认知层面上的差异 也许你们的思想境界 比我高 我的理解 够不上你们的这个层级 那么我今天 给大家升级一躬 好吧 对不起 要不升级一躬好不好 升级一躬不用了 哈哈哈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